在台独分子里面 很多中间力量都是这样的日裔台湾人 为什么日本跳得如此之高 因为他认为他在台湾有很多的买办势力 有他的死党 他一定要给他们撑腰 给他们打气 大家好,我是高志凯 欢迎收看高谈伯论 我们今天谈谈台湾问题的日本因素 最近日本就台湾局势跳得很高 说了很多出格的话 举例来说 他说日本有义务捍卫台湾的安全与稳定 他也说如果美国对台湾进行协助的话 日本有义务跟着美国人一起采取军事行动 大家也注意到 最近美国的战机在日本的航空母舰上起飞降落 真有这个架势想来干预我们的台湾局势 日本为什么这么做呢 日本在台湾确实有很大的既得利益 前不说他过去霸准过台湾50年 战后他也很惦记着在台湾的日裔台湾人 他们的祖先就是1949年日本投降的时候 没有回日本的日本人 据说在台独分子里边 很多中间力量都是这样的日裔台湾人 我希望台湾居民能够意识到 所谓的日裔台湾人在当今台湾发挥的一些作用 是不健康的 是有害于中华民族的统一的 将来会有算总账的一天 日本有些人说他要捍卫台湾的利益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他想的只是日本在台湾的利益 他根本不顾台湾人民的死活 大家知道在日战期间 日本在台湾杀害了几十万的台湾人 这是有确凿的证据的 其实日本看重的是 他在台湾几十年培养起来的买办势力 台湾确实有很多人 以跟日本穿一条裤子为重 不管是李登辉家族 蔡英文家族 书贞昌家族等等 这些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他认为自己跟大和民族靠得更近 他是大和民族的影子 他要跟日本搞到一块去 你说我们中华民族十四亿中国人 会答应这些汉奸卖国贼的所作所为吗 应该是时候醒过来了 但是日本在台湾确实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 现在他想利用这种影响力来搞乱两岸的关系 破坏两岸的和平与发展 而且插入台湾这个局势 以谋取他自己的私利 这是台湾同胞要看在眼里 要明辨是非的 不能够上日本的当 大家都知道李登辉 曾经担任过台湾领导人 他后来公开的说他是日本人 他的哥哥就是作为日本兵战死的 现在经过神社还记着他所谓的灵魂 李登辉去日本好几次都说我是日本人 他根本就不把中国的背景记在心里边 在当今的两岸关系中 如果有汉奸的话非李登辉莫属 他把国民党搞垮 他把台湾推向台独的方向 蔡英文就是他的四党 是他的低系 你想想看 这样的人把持着台湾 蔡英文他也是台湾的一个日本的买办家庭出来的 他的爸爸就是给日本修飞机发假的 他的家族过去赚的钱 大部分都是靠为日本人卖命赚的钱 而且对他的影响根深蒂固 他认为这个所谓的台湾人更多的是日本人 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他无视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这一铁定的事实 不断地要把美国因素和日本因素带入台湾海峡两岸之中 大家知道台独的鼻祖和金主就是一个叫孤宽敏的人 这个人就是典型的日裔台湾人 他始终以日本的利益为主 根本无视台湾本身的利益 根本无视海峡两岸都是中华民族这一铁定的事实 这在台湾造成了很大的不利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现在老是有人倒鼓台独 老是有人卖国求荣 要跟美国人走到一块去 要跟日本人走到一块去的根本的原因 孤宽敏这个人 几十年鲁一日 就是为了推动台独 好像他毕生的意义就在于推动台独 为什么 因为他是日裔台湾人 他不希望看到台湾和大陆重新统一 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 他希望看到台湾独立 他希望看到台湾重新投入日本的怀抱 这么巨星叵测呀 我们怎么能够容忍 是可忍 孰不可忍啊 还有一个大汉奸 就是苏贞昌所谓的行政院院长 他的爷爷就是一个日本的买办 他们家里的钱也是从做买办开始赚到的 他以台湾当地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身份 不是推动海峡两岸的平等交流 互惠交流 而是在推动台独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骨子眼里就是一个日本的买办 他为了要出卖台湾的利益 套好他日本的主人 这种大汉奸 总有一天要给他算总账啊 所以大家看明白了没有 为什么日本跳得如此之高 因为他认为他在台湾有很多的买办势力啊 有他的死党 他一定要给他们撑腰 给他们打气 他要给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赞助 而且正如他最近所说的 他要在台湾局势发生变动的时候 提供军事的援助 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迹象 我们一定要揭露日本的真实的用意 一定要把他拉回到无条件投降的 已经是铁板钉钉的历史的判决上来 所以啊大家弄明白了吗 说到台湾问题就能够看到 为什么日本跳得这么高 因为他在台湾有很多既得利益啊 有很多他的死党 有很多他的买办势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台湾问题的日本因素 我曾经指出过 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日裔台湾人这个问题 等到统一台湾 民族统一的号角催响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 如何清算日裔台湾人 如果他们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好你可以留在台湾 如果你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习听尊便请你离开台湾 你爱去哪去哪 这一点一定要毫不含糊 毫无条件的 作为一个硬性的刚性的要求 交给这些日裔台湾人 我们欢迎你真正的做一个台湾人 做一个中国人 我们不允许你继续在台湾 反对中华民族的统一 今天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支持 评论 点评点赞 转发 高谈不论 我们下次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